这是美国最新的科研成果 他们通过注入脑蛋白 培养出了拥有人类智慧的食人沙 然后再由科学家将鲨鱼麻醉 用一根40米长的针管 插入鲨鱼的脑中 提取出它的脑浆 随后又将脑浆 滴在了病变的癌细胞上 这种脑浆 不出意外的话 是能够治疗癌症的神药 于是所有人都紧张地守在仪器前 等待结果 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数据告诉他们 实验成功了 实验室终于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然而不等科学家们高兴多久 一旁的鲨鱼突然苏醒 一口咬断了麻醉师的胳膊 鲜血剑的满地都是 一旁的阿伟健壮 赶紧超出现弹枪 就要射死鲨鱼 没想到队伍里面的科学家小美 竟然是圣母 她按下按钮 就这样放着鲨鱼逃回了大海 阿伟气不打一出来 但当务之急 是治疗麻醉师 于是她赶紧呼唤支援 然而不巧的是 现在恰好是暴雨天 救援直升机飞速赶来后 发现根本没法降落 众人只能用缆绳 将麻醉师吊上飞机 可是飞机上的缆绳突然故障 倒霉的麻醉师 就这样掉进了海里 潜伏在海里的老六鲨鱼 也抓住这个食鸡 咬住缆绳 带着飞机 一路朝着实验室的方向跑了过去 飞机裤刺一下 直接砸在了实验基地 引起了连环爆炸 而水底的科学家们 也看到了惊奇的一幕 一只食人鲨正叼着麻醉师 朝着这里冲来 突然他松开嘴巴 超级大怨重麻醉师 就像一颗炮弹 砸在了实验室的玻璃上 九块九包有买的玻璃瞬间裂开 看样子他们死到临头了 便一鲨鱼突然出现 瞬间将老板吞入了海底 台面上顿时泛起一片鲜红的血色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众人别无选择 只能决定尝试爬楼梯 这个唯一的出路 他们打开铁门 海水因压力喷涌而出 幸运的是 他们成功关上了铁门 然而当他们抬头时 却发现楼梯的顶端 被一台电梯挡住 他们无法通过 局势危急 大家只能爬上第一层 试图找到其他的逃生路径 然而 好景不长 便一鲨鱼开始猛烈地撞击楼梯底部 海水迅速涌入 眼看局势变得危急 阿伟挺身而出 毅然决定打开第二层的铁门 让海水涌入第二层 增加他们的逃亡时间 但就在他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刻 楼梯上的铁钉突然脱落 有人失足掉入海中 被鲨鱼一口拖走 众人焦虑之际 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想法 可以启动紧急发电机 利用抽水机将楼梯中的水抽干 然而 就在成功启动发电机 准备返回楼梯顶端的关键时刻 一条便衣鲨鱼突然从背后袭击 直接将工程师撕成了碎片 阿伟趁机迅速逃跑 再次逃脱了一劫 另一边 科学家小美 即将成功的时刻 一条便衣鲨鱼悄然逼近 女人脱掉衣服 垫在脚底 踩上去后 身高只有1米5的她 终于够到了电缆 她拆下电缆 然后转身插进了鲨鱼嘴巴里 瞬间 鲨鱼就变成了电烤鱼 小美和阿伟继续逃跑 来到楼梯间时 他们离水面 只剩下最后60英尺的距离 然而身后还有一条便衣鲨鱼 阿伟决定利用她的灭火器 来混淆鲨鱼的视线 随着水位上升 鲨鱼果然一头创了上来 好在灭火器充当了靶子 这才没当场把两人咬死 一番惊险刺激的操作后 他们成功地游上了水面 然而逃出升天后 小美终于明白了鲨鱼的目的 原来 鲨鱼想利用他们淹没实验室 然后逃进大海 实验室的海底是由太和金网构成的 鲨鱼无法逃脱 而水面上只有一根钢丝 只见鲨鱼开始猛烈地撞击炸篮 阿伟见状立即上前阻止 她给手弩装上火药 这样射出去后 就能炸死鲨鱼 然而距离太远 根本无法发射 面对此情此景 小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划破手掌 跳入海中 果然鲨鱼被鲜血吸引过去 小美被当场分尸 而阿伟也没有浪费她的牺牲 紧紧抓住鲨鱼的背棋 而后弩箭射击 鲨鱼瞬间被炸得粉身碎骨 影片至此结束 这个故事也许是想告诉我们 小心圣母